嘿吧,你好,我是盛雷 那最近我有看到媒体报导就是 校外摆单 销售游戏卡的 现象诶 我对此有几点声明 第一 关于内容无异 图顿思维的 理解 不好意思 我不敢讲 图到后面那个词,因为我是怕 YouTube censor到我讲的那个词语 怕抓到 所以我就避免先 关于游戏卡的内容 讨论诶 游戏卡 并非无异 许多游戏卡 是锻炼你的 逻辑的思维和 社交能力 内容对青少年的 影响取决于 具体游戏和使用环境 它利的引导和 见关 优为重要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 图顿思维的理解 通常是指某些不良内容对青少年的影响 但这与游戏卡的内容和使用环境的 切密相关 如果家长能够 合理的 引导和 监管 许多游戏卡 其实是 友谊 娱乐和 交易工具 然后第2 那就是 摆单销售游戏卡的情况 相爱 摆单销售的游戏卡 是会为正版的 是会为正版 奇迹内容 质量 需进一步 合查 尤其是 设置不良的内容 或者是 盗用的游戏卡 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我建议 家长和学生 通过 珍贵的 区道 去卡店 或者是 卡店里面的 Player 购买 或者是 网上购买 都可以 可以买到正版的游戏卡 确保是安全 你看我的 正版卡是这样的 你们看 他们正版是这样 而且他们的 是比较正确的 就在这边 才是真正的正版 然后后面他的罗告你也是要注意一下 第三点就是 家长的责任和角色 家长在孩子的学习跟 舆论中的引导 自观重要 家长 应确保孩子的健康 安全的环境中 使用游戏卡 合理安排游戏时间 租近孩子的全面方面 会与各方共同的努力 创造健康 积极的游戏环境 保障孩子的 身心健康 正所谓孩子是一张白纸 必须让他染成彩虹色 我所谓的彩虹色 不是指gay的意思 其实是指 正确教导孩子 培养孩子良好品德和健康的心理的重要性多方面 素质和美好的品格 好 这影片到此为止 谢谢